落實源頭管理 民眾來處理 民眾黨23號召開大數據動保政策記者會 分析動物保護熱門議題 並參考各國動保政策 表示目前我國現行動保法已有高標準出行 但是地方政府卻沒有落實政策 因此進一步提出透過大數據分析 從動保議題網路聲量 補足政策推行漏洞 這樣子的數據收集回來之後 可以有助於我們在政策剛開始萌芽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持續的用民眾的聲音來做修整 那這些議題在我們拋出來之後 我們也會持續的用我們現在目前的 這些大數據觀測的方法 去觀測說民眾對於我們拋出來的議題 他所提出來的意見 那包含說哪一些意見可能是好的 哪一些不好的 同樣角逐國會第三勢力的親民黨 副總統候選人余湘 23號則在發言人余美人陪同下參訪 關愛之家 關心外籍移工婦女的涉服權益 這些移工他們懷孕 那麼等知道的時候 其實都已經七八個月了 那必須在臺灣生產 甚至因為他們隱瞞懷孕 所以幾乎很多的移工 他們在懷孕過程裡面 都沒有做過產檢 所以那個甚至也會生產出身心障礙 困難的一個小孩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應該 我們要被關心的 所以我們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我們做了很多這樣的一個參訪 強攻進軍國會門票 民眾黨親民黨在選前倒數三州紛紛出招 希望爭取下一任立委席次 立保國會中第三勢力聲量 原市新聞九谷烏溜台北市採訪報導